哈喽又是我老雷 今天就三个视频吧 我刚才我试图在外面录 但是完全录不成 首先有点黑 这个天黑了 而且有一些流浪狗 他们在那打起来了 那个特别吵 我本来我挺想给你们看 就是不是说他们打起来 是就是那些狗本身 因为我觉得挺可爱的 但是人那么吵 那么黑 我就回到房间里面了 这个地方比较闷 不好意思啊 而且好像放了一些音乐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 这个为什么要拍 或者是为什么要录 三个视频 今天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两个 我就闹得玩的嘛 我不是评论的 评论一些刘亦菲啊 一些成龙的一些明星 在那瞎说 或者是在那卖乖 或者是在那评论时政 那些明星 我觉得一些明星 他们在那有自己目的啊 我们不用特别认真的对待他们 我们吐槽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香港这个事情 就是这些游行 这些冲突 这些所谓的暴乱 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认真一点对待他们 我们认真一点聊 或者是我老雷 我认真一点聊这些话题 我刚才 我跟一个好朋友聊这个问题 一个中国人 中国内地的 大陆的一个朋友 很难得的一个 三观非常正的一个朋友 我真的非常珍惜他 他呢 我不是说了吗 三观很正 他会希望中国能更民主 法治自由 他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多意见 尤其对威尼熊会有很多意见 他也会关注香港那些事 也会翻墙 也会看一些外面的东西 有的时候人也在国外 就是本来是内地出生的嘛 所以说资源不是个问题 三观也不是个问题 他看香港 有自己看法 刚才我跟他有发生了一些辩论吧 香港本来 他说六月份的时候 他非常支持那些游行的人 觉得 松中白啊什么的 香港政府的那些行为什么的 那些游行的人 本来六月份的时候 很和平很文明 而且目的 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要保持香港的那些 跟大陆来比的那些 政治上的那些优势 相对来说 比较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那些 他完全赞成 完全支持 觉得这样OK 支持赞 但是呢 七八月份之后呢 就是现在 他觉得好像已经变味了 看那些 一些或者是一部分那些 本来在那游行的那些人的行为 觉得 他就赞成不了了 就不想跟那些人赞一对了 就觉得这个变味了 这个不好了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暴乱 我记得我不是在前前 什么一个视频 上上上一个视频或者什么 我不是也说过吗 我老雷我反对那些暴力的那些行为 我反对 我反对那些 那些什么骂支纳呀 或者是 就是骂 骂一个民族的那些行为 我原则上反对 任何一个民族我都反对 但是尤其这个事情上 我尤其反对 我已经说过嘛 这个不用重复了 我的那个朋友 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 说有的时候他们墙上贴的那些东西有点像大字报 有的时候他们会忍受其他人 他们对一些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不是很包容 他们有的时候会 会 威胁一些警察的倾斜 包括他们的小孩子 会说一些很过分的话 他们有的时候 就是一些暴力的行为 已经说了嘛 会欧带一些人 包括那个 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记者啊 如此类的 他们有的时候会 不让游客在那 在那旅游 对不对 要么要么飞过来 要么飞出去 他们会有的时候会堵上地铁 不让那些本来要上班的人去上班 因为他们会觉得 那些上班的人 有义务跟他们一块 牺牲跟他们一块 为了自己的那些理想 在那抗议 所以说他们会 暂停那个地铁 或者是 读上那个地铁 不让那些 本来可能不关心这些事的人 或者是本来觉得 我还要赚钱 我还要养家 我没有时间去管那些事的人 不让他们上班 如此类的行为 我的那个朋友就非常无奈 就说 感觉好像 本来你 嘴上挂的一些理想 你说法治 民主 民主 自由 结果呢 现在呢 看起来好像你 你很乱 你没有一个 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向 你也没有一些 灵袖 而且你那些 好像 生意很大的那些人 那些 那些 思想可能比较极端的人 他们好像变成一种 就是他们会带领整个这个运动 然后就变味了 就感觉好像 你跟本来你反对的那些 那些独裁的 比如说 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 威尼西王 他的天下 你变得跟他差不多 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你忍用不了 你甚至会用暴力 去对付那些人 那么这个叫民主吗 这个叫法治吗 这个叫自由吗 你切一些大字报啊 人肉其他人 或者威胁其他人的亲戚 那个叫 法治民主自由吗 去堵上其他人的地铁 不让其他人上班 那个叫什么 我那些朋友 非常非常无奈 然后这一次 这个事情上 好像变成了一种 怎么说 本来我跟那个朋友 我不是说了吗 他的三观很正 我跟他 没有发生过那种辩论 就是那种 好像那种冲突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要么是小事情 小case 也没有 没有必要 好像伤纲伤线啊 我们在那儿 好像很认真的 要辩论 要么是大 大气的那种事情 那种那种大事情 我们本来就是 想法差不多 就是三观差不多 所以说 就没有发生过那种 哎呀 我突然发现你支持川普 或者是我突然发现了 你觉得毛胖胖很伟大 或者啥 那种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起来了 没有发生过 这一次 是第一次 我那个朋友感觉 被 受了一些刺激 就感觉很 很带感情的 说这个问题 香港这个事情 他看得非常无奈 不是很冷静的 看这个问题 不是说好像 他说的话 没有逻辑性了 还是很有逻辑性 我这说 好像带了一点感情 带了一点情绪 这么说吧 情绪 而我呢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 要为那些游行的人辩护的人 好像我们是对着 对着说的 有一种冲突 他觉得那些游行的人有错 我觉得游行 虽然有一些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为他们辩论 辩护 所以说我们俩会辩论 我觉得有意思 我觉得 我跟他 很多事情上 其实没有什么那种 思维方式上的那种冲突 我也反对那些暴力的那些行为 你要是欧打某一个什么谁 因为他跟你意见不同 我反对 我说过 我在我的那个博客 用英文 写过一篇文章 关于我的家乡 我的那个村庄 我们有一个纳粹的一个游行 年年都有 历史原因 他们会年年都过来 办一个游行 那么我喜欢纳粹吗 我不喜欢 我希望他们不存在吗 我希望吗 但是我能让他们不存在吗 我不能 除非暴力 但是我 我觉得这次原则上的一个 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用暴力对付那些人 我们有的是警察 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个 德国的这种法制体制 那么那些纳粹 在那儿如果说了一些 犯法的话 警察就会处理 如果他们不说的话 那么说再笨的话 再让我不爽的话 也是他们的自由 一部分我们那些 左派的人 他们会年年过来 那些纳粹班他们的游行 左派的那些人 会那些无政府论的那些人 无政府主义者 或者是工厂主义者 或者是社会主义者 方便是左派 极左派 他们会过来 然后试图跟那些纳粹对答 因为他们会忍用不了 那些纳粹 年年都是很乱 那些警察的 在中间 因为那边是公民 纳粹 这边是公民 极左 那两个 那两队公民 他们想互相殴打 你作为警察 你有义务 不让他们殴打 因为你不能 不能让他们受伤 对吧 周围是我们那些村民 那些 我们是一个小城市 我是这样说的 一个小镇吧 我们会周围看着 觉得 这个是我们家乡啊 那些纳粹我们不想要 那些极左派的 那些暴力分子 我们不想要 那些警察 其实我们也不想要 那我们能怎么办 最后呢 这些游行 他们进行了 13年还是什么时候 最开始 我们那个村子 我的家乡啊 很无奈 不知道怎么对付 那些极左派的 他们会想各种办法 欧打那些纳粹 那些纳粹很开心的 因为纳粹会觉得 那些极左派的 欧打我们 我们有一个excuse 有借口可以去打回去 然后那些警察在中间很无奈 周围的那些村里更无奈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最后呢 有了一个组织 一个反 反纳粹的一个组织 德国的一个组织 一个NGO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说我们讽刺那些纳粹 他们不是会办一个游行吗 我们在游行 反逢的 支持那些纳粹 他们走每一步 我们捐款 他们走多远 我们捐款多少钱 所以说那些纳粹走的越远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成功 但是对我们村民来说 是一种反逢的一种 去嘲笑他们的一种成功 所以说我们会在路上画 画那种小线 你们过了100块的线 哇加油 你们过了200块的线 加油 我们会给他们喝一些水 甚至给他们一些香蕉 鼓励他们 那些纳粹第一次碰到的一个情况 我那个时候不在 但我妹妹在 她说他们的表情 完全她说他们的脸 好像塌了一样 就是他们本来以为 这个会是个年年一样的 会是很暴力 很多人会很生气的在那喊 结果我们的村庄取笑他们 把整个村庄打扮得很漂亮 地上画的那些线 然后鼓励他们说 你们多早一点 因为我们不是有捐款活动吗 我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我觉得 我们那个村庄 我们后来那些纳粹不来了 去年是第一次 那些纳粹说 哎呀天气不好 我们不来了 我们村庄 我们那个组织 我跟那个组织 我还发邮件 我说 他们不来了是不是 他说对不来了 说的是天气原因 你懂的 就是他们不愿意来了吗 因为他们不想被嘲笑了 我说那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因为本来我们开的那个party挺好的嘛 就所有那些村民都在呀 我们嘲笑那些纳粹呀 都挺和平的嘛 纳粹很难受 那个组织的人 他说确实是 会想念那些纳粹 我说那么多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 一个对付那种很极端的那种思想的一个方式 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 基本上理想的一个方式 我不觉得这个方式适合香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 我反对 暴力 我觉得本来那些左派的 在我们这个村庄 去欧打那些纳粹 其实是帮倒忙的 那些纳粹还会显得 会像这些是受害的呀 周围的那些人会看着觉得 哎呀 其实极右和极左都一样子吗 都一样乱呢 其实一个是纳粹 他们会想消灭一些民族 另外一面是共产主义者 或者是五政府主义者 也很不好 但是还是跟纳粹还是两种事儿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暴力的这种行为 无论原则上是错的 其实事情上也会给自己 或者是给自己的那些理想帮倒忙 因为你会让你会 你会把自己的那些理想弄脏了 在别人眼里 别人看了觉得你被污染了 你本来的一些理想不成立了 你好像跟你本来对付的那些人 或者是他们的思想差不多 不是吗 这个是本来的这个受报的这个问题 人肉 我反对 威胁一些警察的一些亲戚 甚至威胁警察 这些警察我是上个视频也说了嘛 它不是个体的问题 那些警察也是人 也是你的邻居 也是你的朋友 也是普通人 它是一个组织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受到什么命令啊 让他怎么对付 他就怎么对付 这个不是说 我像你去仇恨所有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很无奈 这是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工作 不说明警察当中没有坏人 我不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觉得因为他是警察 所以好像他不属于人类了 好像你可以忍肉他 你可以威胁他 或者威胁他的亲戚或者什么 体制问题 系统问题 组织问题 不是个体问题 说到这个堵地铁 不让其他人上班 我那个朋友说 说的有道理 说那个 那么有一些人 有些香港人 他们可能 他们不想参与你那些游行 他觉得你自己玩OK 或者是他甚至反对 他自己就是想去上班 那么你作为一个游行的人 你不让他坐地铁 或者是你堵上了他的地铁 他没有办法去上班 其实你这样不尊重他的自由 他的自由其实作为一个人 是跟你意见不同 是去上班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复杂在于 其实 我能够想象在那些 读上地铁的那些人当中 他们的眼里 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是一种罢工 我觉得从某一种意义上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你可以觉得这是一种罢工 当然原则上不算 如果说要精确地说 他们做的事情不是罢工 罢工是如果那些开地铁的那些人 那些员工在那上班的那些 或者是交通公交的那些人 如果他们在自己公会上面讨论这个问题 说我们投票 我们选择作为公会 作为组织 我们罢工 我们不工作 明天后天 我们先跟大家说 明天后天 你们别坐地铁 我们不会上班 我们地铁不走 那个叫罢工 有可能是为了 为了自己的 不知道养老 有可能是为了 更高一点的工资 有可能是为了政治理想 有可能是为了环保 各种目的 你都可以罢工 问题是香港有这种罢工的文化吗 我觉得好像这种文化在香港很不发达 不是吗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文化 你怎么罢工呢 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不让你罢工 中国共产党其实 他不想让你团结起来 这种工会他不要 罢工不要 灵修不要 各种团结 他怕 他喜欢很多个体的人 很乱 很分散 他就可以很好的对待 对打 这种罢工的这种文化 不同国家 有不同程度 比如说德国 我们这些共会 还是可以的 有一些共会挺强大的 有一些共会比较不给力了 法国啊 在罢工这个问题上 比我们发达的很多 这个不说明一定好 法国有的时候真的烦死了 他某一个什么 比如说一些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选择罢工 所以开地铁的人就觉得我们要支持他们 我们也罢工了 你要是去过法国巴黎 你应该有可能碰到过这种情况 你如果在那待过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法国的那种 好像一个一整个国家的那种 hobby 他们的爱好 罢工 你到了某一个什么地铁站 哎 地铁不走 你问随便员 那是咋回事啊 有恐怖袭击吗 还是什么 哎 那么法国 德国在这个问题上 文化很不一样 那么香港又不一样 香港这个 这个罢工这个文化 不是很发达 那么我觉得 我能够理解 那些在那读上地铁的那些人 他们有可能 他们认为 自己做的事情是 算是一种罢工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 两边 都是对的都是错的 有的时候 他不是好像很清楚 哎呀 那些在那读上地铁的人 就是错的 或者是那些反对他的人 就是错的 有的时候是两边 他都有自己的说服力 而且都有一点 不完全有说服力 那些在那读上地铁的人 其实 他们确实不尊重那些 本来要上班 要养家的那些 不关心政治那些人的自由 他们就是想坐地铁去上班 他不想你 他的地铁被你堵上了 你不是开地铁的工作人员 你更不是一个什么工会的人 你在那堵上他的地铁干嘛 你也不是罢工 对吧 原则上 但是如果说罢工文化不存在 而且那些条件也不存在 中国共产党 香港不是经济上和政治上 完全依赖着中国大陆吗 那么共产党前一段时间 不是开赛 香港那个航空公司 某一个什么谁 表示支持游行 结果那个公司被收拾得多惨 他的那个CEO都下台了 你说那种罢工那种文化 它能培养出来吗 香港 共产党让吗 这是一个 感觉好像有点像 鸡蛋和鸡的一个问题 谁在前面 对吧 你没有罢工的这种文化 那些人在那干一个 其实按理说 算不上罢工的一个 但是类似有一点像的事情 那么你可以完全批评他们 说你不许这样 但是他们允许怎么样吗 如果你没有罢工的这种文化 你能怎么样 有的时候这些问题 就是相对来说 稍微复杂一点 还说什么 我觉得 这个 香港不是 几年前 发生了这个雨伞 所谓的雨伞革命吗 那个时候的人 我记得我们不是那个时候 拍的视频吗 录的视频 说 他们希望香港的自己的政府 可以自己选 自己选 按理说是什么 按理说是 一个自由的一个公民 有权利说 我要当政府 我要当老大 自由 其他的那些公民 有资格说 我的票给他了 他说 他说 如果我把票给他了 每一天都有汉堡包 加上冰淇淋 所以我的票给他了 可以 香港的那个 共产党允许的那个 所谓民主的模式 是 中国共产党 大陆的共产党 他们先选好几个人 那几个人 好像七八个人 或者什么 那七八个人 香港市民 他们可以投票 选一个 那个不想民主 不好意思 我那个时候是这个观点 现在也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资格问题 legitimacy 香港这个政府 然后你当然可以说 那之前呢 英国也没有让香港民主 或者是 更之前 日本也没有让它民主 或者是更之前 我也不知道谁在那 也没有让它民主 这些我觉得你可以讨论过去 但是你也可以 实实在在的说 现在是什么情况 香港这个交易水平是什么 它的这个生活水平是什么 它的那些 一般人的素质是什么 他们适不适合搞民主 你以什么理由 说我共产党 我要先 我要先筛选几个人 那几个人当中 你可以选 为什么 你凭什么 而且你为什么觉得 你这样搞 而且那个时候 不是搞成功了吗 那个时候不是 共产党胜利了吗 那些人和和平 在那游行 几年前 雨伞 所谓雨伞革命的时候 和和平在那游行 不像现在呀 没有那么乱 中国政府胜利了 那些人 那些人输了 那些游行的人 就被打败了 那么现在这个政府 你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会看着觉得 有资格当政府吗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是一个legitimacy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多那些游行的人 他们抗议的 根本不是送中法 而是自己的政府 他们希望他下台 自己的政府 他们希望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随便一个公民 说我要当老大了 其他人随便把票给他了 最起码有这个 有这种资格 对吧 有这种 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是legitimacy的问题 这种 我跟那个朋友的一个 一个想法不同的一个地方 在于 他看那些所谓的暴乱 他看得非常被吓到 就觉得哇好乱好乱 如果这个是所谓民主 或者是法治自由 这些就不要太乱了 我作为一个德国 我看着没有那么害怕 我看着没有那么觉得好像 好像根本不行或者啥 我觉得我也不希望香港这样 哎呀 那些跟警察对答的那些人 或者啥 我也不想看到那些事 但是我从 各国或者是欧洲 我有一点 习惯了这种 这种事情 偶尔会发生 偶尔比如说 上次汉堡 不是发生了G20那个 G20 也是 那个时候也是 我不是说到我的村庄那些 欧打纳粹的那些极左派的吗 同一类人 同一群 他们会到汉堡 他们会觉得G20 全是一些那种 为了资本主义啊 右派的一些 一些很自私的一些政治人物啊 还有一些大公司吗 他们反对 他们是无政府 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是工厂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极左派 他们会去汉堡 那个是去年的事好像 是不是 去汉堡 然后狠狠地殴打那些警察 甚至试图 把警察打死 哎呀 会咋一些上电呢 上电里面的东西 强光了 就好像也根本没有什么理想 你本来 你们本来 反对什么 反对什么资本主义啊 或者是反对那些什么 右派政治人物 或者是反对川普 或者啥 其实你干了什么 拿一个什么上电 卖一个什么iPhone 他们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 讲的就是一些一些 那些苹果店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们作为的人看着觉得 你到底是为了理想 还是你是为了这个iPhone 而且你反对的是什么 你反对的是资本主义 结果你强的东西是什么 是个iPhone iPhone 是属于最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之一 不是吗 那个时候 我们看那些东西 那些人跟 那些警察在那对的 或者是跟普通人在那对的 或者是 或者是砸那些商店 或者是啥 我们德文 看着也有点担心 但是没有那么担心 就觉得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过了 因为一般的德文 不是极左派 一般的德文 也不是极右派 一般的德文在中间觉得 反正我不想川普来汉堡 我可能要去抗议一下 要唱唱歌 或者是讽刺一下 或者啥 但是暴力 我不要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我觉得我活得挺好 而且 我忘了我要说什么 我的妈呀 我不想重录 已经27分钟了 我一会还要吃饭 所以说你们 你们 见谅啊 我喝点水 嗯 对 想起来 演讲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你会black out 我不是在德国会办那种 大型的那种演讲吗 讲过的那些旅行的事 如果你怕了 带一瓶水 你把水放在那了 如果你什么时候 像我刚才 你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就black out了 整个头脑就黑了 你拿那个水 然后你咳嗽一下 观众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他们以为你嗓子不舒服 你喝点水 你可以多喝一点 没关系 不知道半分钟或者啥 你会 这个这个 心理会增长下来了 然后你可以继续说 这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方法 我第一次black out 我不知道 我完全战傻的 知道吗 好 刚才我要说的是 那些 极左派的 在G20 G20 在那跟那些警察 对答的那些暴力分子啊 他们其实不认可 德国政府 或者是他们一部分不认可 他们会觉得他们是 比如说 无政府论者 或者是 无政府主义者 或者是他们是工厂主义者 他们会觉得 德国政府完全出败 完全不认可 但是他们是很少 很小一部分人 大部分德国人 认可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 好也好 不好也好 还是我们自己选上台的 某一个谁 一个默克尔 是一个普通公民 他说我要当老大了 他在某一个什么 一个执政党 然后我们 我们投票 我们选上了 他的党 然后他当了总理 我们会觉得 他有legitimacy 所以我们那些暴乱 会发生 会 不知道 延续三天 五天或者什么 法国有的时候 会更长 而且也会很暴力的 会反车 烧车什么的 这种事情会发生的 你看似好像很乱 但是它会过去了 因为大部分人 会觉得我们的政府 有legitimacy 我们认可它的存在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民主系统 我们相信这个民主系统 这个政府不好 我们可以去抗议 但是我们不觉得 这个政府完全没有资格存在 香港是一样的吗 我确实觉得 不是 我严重觉得 香港变成了一个 几年前 中国共产党胜利了 就变成了 现在导致这个后果 现在这些游行的人 也没有什么灵修了 是不是 现在哪一个人敢于说 我代表着这些香港人 我代表着这些游行的人 我有一个某一个什么想法 我是精英 谁敢 几年前 中国共产党不是胜利了吗 不是抓了很多他们那些灵修吗 那么现在是什么问题 没有灵修 没有那些精英 我老雷 我觉得精英是很有 很有必要的 精英不说明 精险的精英 不说明教育上的精英 精英有很多种 某一个 比如说孙养 是游泳上的一种精英 或者是我老雷 我是土步上的 或者是长胡子上 或者是长头发上的一种精英 我开玩笑的说 很多事情上 有一些人会当精英 其他人就不是精英了 我老雷 我可能不是一个足球精英 我不懂 那么其他人就是了 这个 香港这些游行 我个人 我看到的只有大众 没有精英 那些精英 几年前 那个所谓 雨伞革命的时候 不是还有吗 这一次为什么没有 因为不敢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胜利了 那个时候的胜利 导致了现在这种后果 这一次这些游行 本来开始就挺好 现在变成了 没有灵修 没有精英 没有方向 而且那些极端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声音大 极端说明什么 说明你喊的声音大 对不对 你说哎呀 打到那些警察呀 什么的 他们 他们会被灌注的更多 他们会变成了 一种 带领整个这个运动的一种 一种 一种动力 这个后果 又是鸡蛋和鸡 对不对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是 是如果那个时候 共产党不顺利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 说好 那就香港 我们就让你们自由选 有可能你们会选上一个 我们不喜欢的人 但是我们允许你们选 那是不是 这一次如果说游行的话 不会像现在这样 因为 因为那些游行的人会觉得 那个被我们选上台的人 他得罪我们了 他让我们失望了 这些是很正常的一些情绪 但是 我们觉得他有资格 他有legitimacy 因为我们把它选上台了 所以说会不会 现在这些游行 不会像现在这样 如果说那个时候 允许那些 那些灵修存在 那现在会不会有灵修 那些灵修 会不会带领整个这个运动 万一更好一点的那种方向走 那现在没有 不好意思 那我觉得 在很大的一种 在很重要的一种意义上 现在香港这个问题 不是那些暴民 不是好像是一种大众的一种问题 而是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胜利了 到了现在 我跟我的朋友一样的 那些暴力的那些人 那些不允许其他人 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跟自己意见不同的那些人 不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些人 让我非常无奈 那些嘴上骂的 Gina呀 或者是骂 所有那些话的人 让我非常无奈 我非常非常反对 但是我不觉得 这一次这些游行 它一定要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 鸡和鸡蛋 好 现在录了这个第三个视频 我要上去吃饭了 两周我们不聊了 然后 你们就原谅我 我啰嗦了 三十多分钟 祝香港好运 这么说 Peace 我啰嗦了 我啰嗦了 我啰嗦了